民众如果感到突然没有力气 那不一定是肌肉本身有问题 有可能是内分泌相关的 甲状腺肌能抗净所造成的 有两位案例就是因为突然无力起身 经检查后才发现是 甲状腺肌能抗净引起的低血痂惹的祸 有两位患者 那他们都是忽然之间肌肉无力 那我们知道一般肌肉无力 是跟肌肉神经或骨头比较有关 但是有少数的状况这种无力 也可能跟肌肉所处的环境有关 那这两位患者就是他们身体里面的血甲都过低 血甲过低的时候就会造成肌肉无力 那血甲过低的原因很多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肾脏 尿液里面甲利子流失 或者没有吃东西 所以当然身体就没有甲利子 可是有少数的状况是跟内分泌有关 就是有一些人在甲状腺抗净的时候 血液里面的甲利子会一下子下降 那血液里面甲利子下降 就同时就会造成肌肉无力 那这两位患者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种 因为低血甲状腺抗净 然后低血甲造成了肌肉无力 那这在亚洲的男性其实还发生的比率比较高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有忽然肌肉无力的状况的时候 那要考虑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甲状腺机能抗净 那引起了血中的甲利子下降 所以造成了忽然之间的肌肉无力 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医师提醒甲状腺疾病患者一定要按时服药 并配合门诊追踪 维持稳定的生活作息 除此之外一般民众若无缘无故突然四肢无力 也要小心是不是潜在的甲状腺疾病造成的低血甲 相关周期性及无力症 凯破新竹简书期采访报导